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很高兴请到朋友 来过一次的了 陈建文教授 就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陈建文 多谢你 多谢 来过一次的了 这次为什么又找他来呢 我还是讲讲政治的形势 是的 现在比较热门的就是行政长官选举 但是好像未曾有人跑出 这个又想做 那个又想做 不过个个都油泡琵琶半遮念 这个是很离谱的 你看美国奥巴马说明年要选 已经周围 我看到他的电邮请人去吃饭 非人去华盛顿和他吃饭 个个都出声 我们香港就这么悲哀 马英九前几天跟辣妹同场 辣妹同场在表演 就是说要参选 就是说要参选 就是了 昨天又说找吴敦仪在一起 那些人就说吴敦仪 你不要做行政院长 霸着个位置又要参选 全世界文明的地方要参选 需要躲在桌下 那个梁振英 你都知道他又想的 我请他上来这里 请了三年都上不到 那天见到他在立法会 我们请他们吃饭 我说你还不上来我的节目 那我哪有救你 喂 我一个都不救你 那你幸好做到 你对月六十个 你不是死定了 只有七十个 哎呀 多谢你 你一定救我 你救我 你救我 喂 那现在出了什么事呢 那黄光亚来到 又来到 范锤丽泰又喝令他 叫他不要说 谁可以做 当然因为他一说范锤丽泰 没有份 他真的哭死 那实在你现在怎么分析 现在的局势 经常发生什么事呢 从北京那边的角度 你看出三位疑似候选人 范锤丽泰 梁振英 唐英年 我们在坊间里面 或者在这个圈子里面 知道譬如唐英年 和梁振英已经做他的选举工程很久了 唐英年更差 被人爆了出来 说用公务员去帮他手 现在一身毅 已经做了一个班子 梁振英其实很长时间 你看到很多部署 在公众的场合里面去工作 私底下也不断有人吃饭 各方面的人都有 为了回来这里 你没有票 梁振英在等你 你没有票 你有一票可能 我有一票 是的 你有一票 预订没有你的票 那就是真的 那他两个在做 梁振英也在做 梁振英也在做 梁振英 我以为后来 你见到嘉佑来 我看他也是有心 上海参与 但是 从我们所知道 中央根本对这件事情 肯定是未拍板 为什么 你看回上两次 是否到了 因为明年三月尾就算了 现在六月 是否时间来说 其实都是合情合理的 中央未拍板 还是这次 是有些特别的事 令北京比较头赤 没有人敢说这些 不过我和朋友聊天 都觉得 应该给他们一些时间 赛跑一下 对吧 各方面的展示一下 他的能力 比如说 董建华那时候没有赛跑 看到周围 江泽华 谁是董建华 第一场你都见到 其实开始第一届NC 都有人跟他跑的 梁铁梁 不公正 李福线 都有人在跑一段时间 也都当时说到 就算在中央系统里面 港澳办和中联办 当时不叫中联办 新华社 都有不同意见 对吧 所以他内部里面 都需要有一段时间里面 大家竞争一下 所以又不是说 完全去过地步 中央很早 就一定是指定哪一个 他都经过一段时间里面 透过他们竞争 亦都要看各方面的系统 如何看哪个人上来最适合 我想这段时间就是这样的过程 都让他们跑一下 看看社会反应 不同的系统 商界 一些另外的力量 例如亲中的力量等等 如何看不同的候选人 我想这段时间就是这样的过程 我一定要更正你 雖然你是教授 你说亲中的力量 亲中央力量 中央力量 这个字可以很多解读 你吞了一个央字 在回归前 我们就说中国 现在是中央 中央也很重要 因为那些人一说 他说亲中 我说 我们全香港 七百多万人都是亲中 没错 那些人一说 他说他是亲共 我们是中央 中央 中央 你和我 很重要 这个问题 你也说一下 任由他 跑一下也好 喂 那为什么他不敢出来 说我要跑了 那这样呢 如果真的中央都说想他跑了 那就出来跑了 我反而明白 其实梁振英 可能有些问题 唐英 说要跑了 他可能要辞了工作 梁振英 也不应该霸 行政会议 召集人的位置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不敢出来说 或者因为很多人说 就是说 你这些人 等一下 看看 中央阴点了谁 其他那两个就 咬光了 你觉得 我觉得梁振英 和梁振英 你很早 其实已经间接 直接表态 会参与中央也很清楚 这两个想竞争 反而我觉得梁振来泰 是现在这样加入的战局 对梁振来泰 肯定是希望你给时间 我们先跑马仔 不要这么快去 一定要把我排在外面 只有那两个人 所以我想他就很希望 你黄光说什么都 不要这么快去拿一个结论 你让他跑 你给他特别 他的优势就是说 他相对其他两个来说 比较在市民里面来说 他拿到民望 现在中央考虑一个人的时候 不单止跟北京 有一个工作关系 可以合作 他不可以不考虑 在本土香港里面 民众怎么看他 因为中央都怕乱 说和谐社会 当时换董建华 曾蔭桥一上 都要看民望的问题 所以我想 对于梁振来泰 最优势的反而 是他这方面的事情 他又不想你这么快去 不让他跑马仔 我相信 当然 不过有些可能说 可能有些高人 在北京叫他出来的 因为其实这两个 都有缺点 是的 其实吴康文就说到最慢了 最好就是把他三个插进去 铁三角 那你觉得是否有没有 信得过呢 就是说这两个都不太好 不如找个人出来试一下 我想也是的 几长时间 我想到收集信息系统 都会觉得两个候选人 之前的两个都各有欠缺 一个你有社会政策 例如梁振英 不是没有社会政策 但是真的没有人缘 市民又不知道你是谁 不太喜欢去的 当然连笑容挺好的 但是大家觉得 究竟你会做些什么呢 你跟社会 某程度上又很脱节 红酒好像有去粉 又会骂些 80头 又会很害怕 有时候政治能量 也很害怕 有没有领导力 所以我看中央都很头痛 面对这一次 其实没有什么 谁说真的 很清楚 但我以为曾任权 有这么长的管治经验 上来可以稳住局面 但是你看到 其实都是有很多问题出来 整个管治也有很多问题 最终呢 你讲回第一次 当时就是96年 12月 当时我们在街上 有些人就是这样 其实在街上 不要说 但是我们不是充断了 铁卖份 但是那时候真的有四个跑 但是呢 不知道你怎么看 当时给那四个跑的时候 其实好像李福士红 也不能入围 所以他很生气 很生气了很多年 但是当时已经给了董燕华 去到那时候那个位 那时候跑得很开心 又有几个大法官和你跑 大商界 做戏都能做到什么 然后一直点票 冬奸华 把我们都拉回湾仔 去猜館 你觉得这一局 他会不会都想有 譬如说真的 这些所谓的铁三角 也好什么都好 下场去跑呢 我又很难相信 中央去到投票之前 自己不会做一个决定 而是真的任你去 在这八百人里面 现在是1200 去到你自己展示你的能量 我又很难相信 但是以 我都说了 96年他都已经决定了 去到最后真的决定了 已经是同正话 但是之前的一个阶段 他真的被你在那里面 但是会不会让他跑呢 因为现在有些人说 直接跑都未必 因为他也是觉得 那个控制未必那么行 你让他乱跑 出错了就死了 现在其实就在跑 对我来说 其实在跑阶段 跑到我相信就说不会 我就在投票之前 是会 那两个都会退出来了 就算不退出来了 就算不退出来了 也好 中央我相信 会动员一些票 是会给哪一个 他自己心目中要给的人 就是当年 一样都是这样 虽然那两个都会跑 又有票点一下 不光正 但是结果都是集中在 董建万身上 我相信都会这样做 以中央过往的做事作风 完全放出出来 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真的觉得 暂时又不觉得他有 这么放得手 对香港的事务 我就听到有些市民 越来越多的市民跟我说 其实三个都不行 所以他们就说 但谁都会上街 那他说北京怎么办 就是不是说去到三月尾 投票出来上街 就是当中央一阴点这个 我相信他会给很清晰的讯号 当他去到十二月又好 什么时候都好 他可能当然会过了这个选委的选举 因为那个千二人的选委会 应该是十二月十一号 就是凤刺在国际人权日下一日选 他选了出来 他把名字都放在桌上去看看 看看靠不靠住 如果不靠住 我相信立刻军管都知道 然后呢 靠住了 他可能就会宣布他 他那一手 是不是这样 试问上不上街 我想就要看看到时 整个跑马仔的过程里面 那些后书人的民望 如果那个很低民望的人 成不出 我想整个社会就很豪然 就是如果你说梁静静静保持这么低 越走越低的话 但是又被他当选 但是又被他当选的话 我想就会有几大的震撼 所以为什么我说 对中央来说 他都想你有一段的跑马仔 意思就是说 建立自己的威望 建立自己的威望 那些民望出来 你哪个做都好 不会引起社会里面这么大的动荡 你上一次看董建华也好 你看曾荫权也好 除了董建华连任那次 董建华连任那次 董建华连任那次很差 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应该连任 但是其他总监建华连任是很高的 他就让他做 所以如果今次他真的选择一个 如果有几个人在跑 那应该选择一个最低的 真是大件事 这个也是 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 泛民应该要参选的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说 如果泛民真的有能力做到 入围之后 在社会里面拿到很高的支持 但结果他在千二人里面落选 其实对整个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 只是上一次梁家杰做不到这个效果 这个就是07年那次 07年那次做不到这个效果 就是07年那次 梁家杰拿到百分之二十二的支持率 曾荫权反而在民调里面拿到百分之六十四 六十多 香港有六成人支持民主 但是结果曾荫权拿到六成多的支持 所以在那个竞选里面 上一次我们做了都不少民调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上次的结果是怎样 市民都正面的 对于民主派参与 但是你说 他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 对整个制度 其实就不是很做到的 第一就是说 刚刚说过 他拿到的民意支持 量一几都是低的 所以结果当时 其实在3月18日07年 他们其实搞了一个上街 希望那些市民里面 是争取民主 反对这种这样的选举 结果出来的市民只有五千个 所以你看到 这个就是在投票之前 不是很成功的 这个当然也是跟整个泛民参选 进入一个特首选举里面 应该怎样去准备自己 是否有办法可以在民望里面取得高 这个是很关键的 我一定要申报利益 你知道我们07年那时的前线 我们就不贊成的 所以我们没有参与 我们也没有出来柴台 总之我们是没有参与的 梁家杰是公民党的 但是民主党当时也是支持他的 所以他也说自己是泛民 但是其实泛民里面 有一部分是完全不认同不参与 例如李卓人 黎玉宗 甚至长毛 一直追着他们 闹钟很多个礼拜 最终见龙袍 在那个牆外面走 可以理解 泛民里面对这个参选 这样的市民主选举 我觉得他不参与杯葛 是有他的理由的 他参与也有他的理由 问题就是如何去准备 真是做得好 即如果你参与了 你就做得好 你做得好才行 他不参与其实也是很大的理由 因为你在参与过程里面 亦都可能给市民 给了他认受性 以为你们真的很认真参与 就是那是一个有竞争的选举 对那个制度本身的批判力是会降低的 尤其是外国国际社会 他很多时候看一些不民主国家 搞一些选举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他说那是否不民主 他说有没有杯葛 是 他说如果杯葛 你一定会坏 喂 你个个都落马跑了 有什么事呢 这个呢 那就没有杯葛了 所以也都是 就是我们会觉得 就是为一个很不民主 而且是阴点的制度 就是涂脂抹粉 但是 既然有人去 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掃他 他就做了 不过就好像你说 但是你说他的效果出不了 也不是因为我们几个人没有参加 不关事 是为什么呢 其实也不是说全部出不了 其实他有几方面的效果 是出了出来的 我先说一下他当时的一些 就是正面的效果 其实 第一 他是借这个平台 是向市民讲好很多民主理念的 他两次的电视辩论里面 收睇的人有成过百万 你以前民主派里面 搞什么维园集会都好 当时的游行 也都不见得到 可以有这么大的规模 所以如果能够用一个平台 向市民去解释民主 为什么重要呢 其实他有这个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件事 其实他在这个竞选过程里面 也都设立一些社会议题 当时里面来说 譬如说梁家杰和曾荫权对辩论的时候 就逼出曾荫权要对小班承诺 小班教学要做一些承诺 完了整个选举之后 余若薇写一篇文 将当时曾荫权和梁家权辩论过程里面 承诺的什么都承拾出来 就是立此传招 这个其实在竞争过程里面 迫到对手有些时候 要对社会政策 是不能回避的 这个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作用 就是建立一些制度的传统 如何制度传统呢 举个例子 没有那次泛民参与 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一个电视辩论 现在这个电视辩论做了一次 这一次未来一二年 如果有再发生再做的话 17年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17年 那个特首选举 现在我们争论 将来会不会有竞争 还是没有竞争的普选 我相信普选是会有的 我相信有竞争 不过就不是我们想见的 那些竞争 当然是我们想见 可能是范锤麗太对 梁振英那些竞争 我们不想见这些 我们想见那些真的竞争 就是说那些主要的政治力量 包括泛民可以入围 那才是真正的竞争 那如果你到时里面 两次都有电视辩论 到现在17年 你把泛民踢走 想起一个机制 令他没有参与进来的话 我想整个社会也会哗然 所以说 所谓我建立一个制度的传统 或者一个准备 一方面就是这些 就是说辩论 另一方面现在泛民在想的事情 譬如说 泛民如果有几个人 都是有兴趣的 他要建立一个初选机制 这个也是为将来做准备 因为你看看 现在连台湾 他们党里面提一个候选人 都好 他们都要经过直选 他自己当内都要有初选 如果泛民作为一七准备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问题带不到什么效果 就是 其中一个效果 很希望做什么 就是说 透过过程展示给市民看 泛民也有执政力 泛民不是只会骂你的 泛民为什么现在是骂政府 当然了 你都没有给一个责任 泛民去执政 你只是放我在议会上 我当然是监督政府 我当然是主要的工作 当然是骂 监督 这是对的 但是市民就误会了 就是说 以为泛民就不懂得执政 或者没有政策 其实竞选过程里面 其中一个很大的功能 就是借这个平台展示给市民 但泛民的人都似无似样 有政策的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民主运动 有一个间接的好处就是 市民经常都会想 因为商界经常都说 被这班人执政 香港就乱了 怎么办 你要透过这些过程 给市民有信心 就说它不会乱的 它有政策 很合理的 你觉得是重要的 你说到这一点 其实特区政府 就是非常狠毒的 因为我相信你的调查 都会发现到 其实市民是最想 是有能力去做事的那些人 没错 就不是整天反对 当然有些事情 他都很生气 你反对帮他吃了气 他都喜欢 但他要你看到你的能力 所以特区政府 是绝对不会容许 民主派的人 去显示他执政的能力 没错 所以就算有些局长个别 他都说 他说我们应该 跟你分权分责的 我给你一些责任 其实他又会 给了责任他 他会支持政府的机会 他会比较多一点的 一个人坐在那里想起 各方面的事情 但是他是不给你的 所以变成了 你走出来 你说我选 甚至你放好一点的政杠出来 但是市民会说 你从来没试过 你可能你写得好 你找一些叻人 找多几个教授 帮你写也写得很好 但是你没有这个经验 另外有一个市民 也当然会想的 就是你和中央有好的关系 虽然中央委不委任你 你都要拗 就算被你选到 但是你和中央关系 又不行 就是有几样 你或者你再和我们的观众 听众说一下 就是你们多年来的调查 是那些选民心里面 是想些什么 而泛民主派派出来的人 有没有可能 是达到他的要求呢 这些市民其实很理性的 他选择不同层次的议员 或者政治人物 他有不同的标准 他可能选在社区里面 你最重要的是 你和我搞定我社区的问题 或者通过他 巴士路线 巴士路线 他都不要看小海 其实很重要的 巴士路线等等 去立法会 其实他有多启重 是要监督政府的 但是去到特首那里 我们在上次07年的调查 发觉我们列了一些标准出来 叫那些市民 梁家杰和曾鑫权打分 你会发觉很清楚 梁家杰主要输在几个方面 令到他的民望不高 第一方面就是执政能力 或者执政经验 你刚刚说过 其实这个是很惨的 常常被人排斥 什么都不给你 天然地一定输在这里 第二件事就是协调 在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 包括了跟商界的沟通 各方面的利益怎么协调 你是不是站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 他对特首的要求 就不是觉得你要偏在某一面 是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第三件事就是 跟中央认识的沟通 因为市民也很理性 香港整个发展 现在摆脱不了中国 如果你天天都跟中国撑住 老实说 他也不想你特首 这几件事来说 都是梁家杰一定失分 所以上次里面 你看见他 在这些方面来说 是不行的 可能梁家杰在民主人权方面 应该是可以得到一些分 但结果其实高了少少分数 相对于曾药杰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也不想 只是握住一个议题 很难的 你在电视评论里面 你讲教育 我就说跟你讲民主 你讲交通 我就跟你讲民主 结果曾药杰就笑他 你以为真是八达通 你以为民主真是八达通 搞定了民主就搞定了 施了一双 你看菲律宾 你看泰国 不是有民主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所以他一下说八达通 下面一笑 所以你收窄到全部东西 你回民主这个位置 就不行 你又不行 那泛民怎样呢 所以他是很困难 这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困难 你说明年再去选 如果搞定的话 又是市民又拿回那几个要求 那几个要求 我相信好像万年青那样 他对你 无论你出哪个 都是你三个都不太好 他怎样会打你高分 我刚才说过 人权、自由、民生 他都会输 他只不过梁家 其实输在这几个标准里面 现在这几个我相信 他们都很重要 事实上可以想像 因为作为一个特首 他希望你不仅是立法 人权、民主 但你当然很赞成 今次也有人去 是否很赞成 老实说我都和你一样心里面 你说清楚一点 别人误会了你 因为你赞成 我只是说在我们的看法里面 在过往的参与里面 并不是好像有很多人想 就是说完全没有意义 只是合理化 市民主要选择 很简单 上一次我们最后 完整件事做了民调 看市民怎样看 你讲一讲给大家听的结果是怎样 出来的结果大部分的市民觉得 其实参选民主派参选 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是有利的 特别是高教育的人 高教育的人里面 如果是大专以上 80%的人支持 如果收入高的市民 2万元以上 亦都是80%支持 所以高教育 和高收入的人 是特别强烈的 为什么 因为上次梁家杰 他出来的那种风范 是过往的民主运动没有的 看这个私巾是什么 好像一个新市 以前你知道 整个主流是民主党那种 比较悲情的 比较基层的 突然间出过梁家杰 他就有这样的效应 但是五年之后 现在是否仍有这种效应 是否市民现在会觉得 找个人出来 插一些私巾 打一条胎很漂亮的 市民就会觉得很有希望 我又会觉得不要太乐观 你们开始做调查 我们留意到我们有些调查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其实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今次选举 民主派应不应该参加 就少过一半的 四成多 我们再问多一条 就说 如果是多过一个 民主派 是不是应该有个初选 那个就很厉害了 那个七成八 贊成 其实呢 我又告诉你 我问一下你的意见 在做这个过程 我自己就会建议 加多一条问题来问 就是说 你猜民主派派人去参选 是否可以赢得到呢 就立即被我们有些人罵 有没有搞错 我问这条问题 后来朱智铺没有问到 怎知道呢 那天来立法会 上几个星期 有个公众公庭会 他又在说 梁家杰 我很尊重你 你现在原来你说 这个选举是阴点 你有没有搞错 我从来都相信可以 我刚刚才改 那条问题 说不行 你原来说可以 就是有人 其实你简单说一下 教授 你觉得我是否应该抽起 那条问题 所以 真的有市民会不会 所以我的问题 其实在学术上 都不是这么错 不是这么错 我问你 可以没有问题慢 真的我觉得可以问 我说绝对可以慢 我抽起了我 所以你问我 坦白说 我不是说你这样说 我很强烈支持这件事 我都说 两边其实都有他的道理 有时候看他怎样做 好像今天 湯家驊 写了一篇《明报》 他基本上是持负面态度 他第一就觉得 是否真的可以 那次团结民主派 进一步推动民主运动 他见上一次梁家杰过后 民主派反而四分五裂 并没有因为那次选举之后 大家团结在梁家杰的大令下 更有力争取民主 第二 他还反建议 就是说 不如将我们泛民选委的票 拿来有策略性的 可能投给 他又没有说清楚 梁振英也好 唐英英也好 反而你可以作为一个关键小数 你可以换到一些东西 譬如在政改上去承诺一些东西 他就这样提法出来 我自己这样提法 先说一下后者 不参与 只是在选委去取票 但希望在那三个人里面 逼到谁去取票 很重要的是 你三个人参选 三个人参选 三个人参选 四百 未必三个 我当三个人参选 所谓策略性交易 我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有很多选委以外认识 如果不是因为有泛民参与辩论 他也不会参选 第二 他就算参选了 你说要交换这些票 你要说得很清楚 除非候选人 拍心口公开说 说我在任内里面 我会推动17年 是没有西选的直选 2020年要全面取消功能组别 你说有多少个人敢这样说 对中央未拍板之前 他敢不敢说 你看这三个人都不会 如果不敢说 会不会有泛民的选委愿意给票 所以我想 湯家驊这个想法 我想是好的愿望 但是我相信 是不会很做到的 我同意你说 就是问题 但是我相信你和我也同意 就是那个选委会的选举 我觉得是应该参选 这1200人虽然是小圈子 所以12月11日 我们希望真的有很多人去参加 因为那个是可以赢的 是的 不像明年3月那个 那个是不可能赢的 是的 那你参加了 如果你越多选委 老实说 你1200个选委 如果真的出了四五百个民主派 他死得了 我都说军管都似 不怕到发疯了 上次其实很害怕的 上次 他是百多个都害怕 不是啊 为什么 他不会拿几百个 因为有很多商隔拿不到 但是在那些所谓主流的 专业的 我们北京都认为是香港的中流底柱 是的 大摆嘛 你看高教界 社工 你看看律师 大摆 大摆 这个是当时以我们收到的讯息 中央是非常震惊的 就是说 香港的主流力量 完全都被泛民掃了 所以他参业 这个是有一个效应 去树问题 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候选人的话 他不会带动到这个选委的参选 一赚是不会有兴趣去参业 所以呢 就是我们香港就有个这样的文化 我是不喜欢你的 你没有我们那边人出 我都免得跟你谈 说数也都未必会说得到 就是我昨天呢 我不知道你也有看新闻 就看到奥巴马呢 就和他们的众议院的那个议长 打歌尔夫球 因为现在他们在这里角力得很厉害 因为呢 你知道共和党呢 就要减开支 因为他们的赤字很大 但是奥巴马呢 就不肯减多了 现在都被人骂他了 英国在任都不肯的 是的 所以就真的很不得定 那些事情过不了 那他就不知谁想 我想去派奥巴马 那当然要议长也要同意 就四个人 就去打歌尔夫球 奥巴马呢 就和议长一队 那副总统拜登 又和另外一个参议员 另一个参议员 一队 那打其实大家都是海军斗水兵 那后来好像奥巴马那里赢了 那打了四个小时 赢完呢 就拍了一张照片 他们就去了喝啤酒 那大家就问 那怎样啊 拉不拉近一点啊 那没得谈 但是说 他说有这么和睦的大家去谈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有得想 那我呢 从政多年 我以前 就算97之前 我都鼓吹八党共识 希望大家一起 因为市民是想我们做事 你议会分散这么多 你又斗我又斗 做不到事情 没有用 但是我们一招是很厉害的力量 没错 所以当时我们搞环保啊 甚至经济都做到的 做了很多年了 后来 其实是大家轮流做庄 每一个月 因为免得说了 定了 自由党 你前线 民主党 为什么做庄呢 你那月有事发生 我就立刻叫会 一叫会就八党坐下 大家同意了 立刻告诉他 他就要跪下 其实很好 有些人 例如英国 布里亚 也提出第三条路 他最近又有一本书 他觉得现在社会 很多东西转了 你不可以一本通书 读到老 昨天的士佬都说我 他说你们有时候 你们要灵活一点才行 你太过执着 但是我们讲原则 但是讲完原则 你都要看着时势 就是问题就是 对我们从政的人 或者你们政治学者 就是我们是要有原则 当然是你教书 都不可以教学生 没有原则 但是有原则得来 是不是可以 都有一些位去合作 当然 然后去做到些东西 或者我们每一局 都是要砍到尽 砍到尽 没关系 全部投了反票 反对的出去 哎 我们很威水 市民都不是期望只是这样的 我们去年 你知道民主党 还有普选联 大家支持了 有些人是骂得很厉害 但是其实很多是很贊成 就是用这个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否有多些空间 所以你说 湯家驊提的那个 未必一定是可以做 尤其是你私下和他讲素 更加不能谈 但是如果有一些位 是逼到一些东西出来的 我又不觉得一定是要否决 是吧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 是 我就要出来这样 我就反对 我就要取电视辩论 喂 实在是哪条路呢 我们不是说第三 有没有第四、第五条路呢 我想在街头的社会运动 我想市民是要接受一种 所谓信念政治 你就是比较一种信念 例如教会 压力团体 但是我们对从政者 我们希望有一种责任政治 就不是单单就是说信念 而是你做一个决定 之后的后果是怎样 那你一定要是平衡很多方面 尽可能将它的效果 是有时候是选 不要那么坏的后果 都是好的 总是有些东西要向前 市民又不会希望所有东西 堪然后什么都没有 因为其实没有可以避免 你就算在民主社会也好 就算全面民主化之后 都有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信念 没有人敢自己说 自己可以垄断了真理 或者我们的利益 是高于一切的 一定是要在这个过程中 寻找一个平衡点 所以我想市民对从政者 对于一些公民社会 是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就算看去年 这个普选联 或者民主党 在谈判之后 虽然受到很多压力 我们看CDI 即是市区动力 他们做的调查里面 结果其实是多数的市民 都是接受这次谈判 而且认为 对于未来的全面普选 是有帮助的 我们只是看到一个这样的调查 那个调查 在过后做了之后 其实都是正面的 这是很主流香港社会里面 所以其实你们有机会 做多些调查 有一个调查 我觉得应该查一下 就是在明年这个小圈子选举的情况 市民是乐见 有一帮民主派 老实说尤其是要协调到一个 不然就更加混乱 出来选 或是市民 或者那些选委 是拿着他们的票 那个能量 要去逼 那个 那个 中央阴电座的 要他们做事 就是哪一件事 市民会觉得有效 以及对香港的发展是有益 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做过这个调查 没有 对市民来说是很困难的 你现在在这个位置 你坐在那里 你告诉我们 你怎样分析香港的民意 对市民来说是很困难的 要回应这些问题 因为是他进入里面的技术性 连怎样投票都未知 还怎样可以策略性去讨价 还价 很难去问这些东西 所以我只会说 在我现在这个角度 我看下去 要拿这些票去讨价 去讨价 其实不是没有意义的 对香港人提起来 只不过我看起来 会很难做得到 本身会很难做得到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候选人 很多人不参选 好了 有一大堆人 就不接受这套讨价 我所妥协的 又少了一堆票 静静低低收回来的票 你真的可以做 就没有策略性的意义 即没有一个所谓 策略性的小数 没有 所以我看那条路 没得走 如果走前面那条路 还是要去参选 参选的话 最重要的是 是否泛民可以自己协调 如果因为要参选这件事情 搞到泛民又四分五年 我就觉得不值得 我就觉得真的不值得 不如不要搞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看民主党和公民党 不是 现在有很多人想去 不只是两个党 我是冯劫基 但是要找你上来说 你不要 我真的想劝他 你不要这样 你是不是民主 你为什么要劝他人家 我又不是逼 如果逼他就不是民主 有什么问题 朋友都要劝 我们现在写着 不可以誘惑 或者劝别人 不要参选 朋友之间的忠誠 太太经常都劝过老公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你要劝人家 任何人有兴趣 那就让他去表现一下 如果老实说 你有个初选机制 你逢检基 陈检基 所有人都可以来 为什么你要劝退他 如果真的有了一个初选机制 我想就会比较好 我最怕的情况就是 没有一套机制之下 大家又出 你又出 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 真的很头痛 会觉得你犯人搞什么 连这种事情 都不会争得出来 你又要出一个 他又要出一个 出不了的 因为个个都要拿150个 可能结果就个个都拿不到 就变成了一个重大 谁是罪人 所以我意思是这样 但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初选机制 就很不相同 但问题就是 以我所知道 即使现在想到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 即民主党那套的想法 可能和公民党的想法 也未必完全一样 那怎样可以协调得很重要 民主党呢 我们都谈过一下 即是我自己要申报利益 我最近在中委都说 我不是这么贊成 即是我一贯也是这样 不过我看见 你们有些人贊成 我都非而掃你一生 我说 即是大家去谈 我们迟一两个月 就会搞个特别的党大会 那就是给大家投票 那当然第一票 就当然是赞不赞成 如果都不赞成 就收了工的了 如果是赞成 那是否怎样去法 或者是否何俊仁代表的党 或者是什么再投 但是赞成那些 都会觉得 应该是一个运动的 就不是说 我们何俊仁出来 搞几个记者会 然后就变了 如果过到关就算了 但是就要走到区里 去告诉市民 但是去到区里 就出现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不是说时间不资源 因为其实也很辛苦 因为11月有选 区议会 52月有选委会 还有真的有市民会问你 你搞什么 你赢得到吗 你叫我给票 我又没有票 你又不是赢得到 那怎么回答 教授 你帮我来 你给我蒸几个所谓 这些答案先 我给我们社区主任 拿着去读 赢就赢不到 我进去里面 就是要求未来的特首 一定要在任务里 推动全面民主化 你可以其他答案 是这样的 你可以给压力去 就是这样的 可以这样的 问题就是 你真的要有一个好的初选经济 其实也有意义 因为你始终有一天 就讲17年了 真的到时候说 我是给你普选 你泛民你自己都要想的 那么多的山头 你都要整合的 我也跟你说过 南韩的事件 但是南韩当时 三个省金都被人骂 散了 但是三个最终都做到 当然我们也不想学南韩 但是我相信 当你那件事真的摆在那里 就一定逼得出来的 无论你分开来选 或者单独选 我都相信 你现在又不是真 最惨是要别人假气真做 还要真情上脸 我也不知道香港市民 你们真的是不是很想 你觉得你的学生会很喜欢 你回去问一下你的学生 你上次梁家杰进去里面 社会反应真的不是太差 只不过我都说 民调你们不差 你说你主要是民调 是的 但是如果真的落到社会 走坏18区 有些人说18区大辛苦 走坏5个区 那个反应 我相信没有人当时这样掌握一下 也没有什么怎么做的事情 我经常在传媒说 电视辩论 但是当你落到区 我搭过台 喂 我们现在初选了 我们四个一起辩论 有没有人来 那些反应是怎样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知不知道 你估不估计得到呢 因为有人说 哇 这些人是神经病的 会不会 大家真的很面目 会不会这样 你觉得市民是怎样的 我想这件事是这么新的事情 肯定很多市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你说 是要用多少资源 向市民去搞清楚 什么叫初选 是否值得呢 是这样的机制出来的 是否值得呢 如果两个党 大家都不会在这件事上来说 互相拆台 搞到乱大龙 我觉得都可以去做 我现在最怕的是 你又不是很愿意用这种方式 好像被人逼进来用这种方式 有些大家中间有这样的怨愤 那就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要很有共识 才可以做这件事 因为有些会觉得 都是假的事 你的第一个政光就是 我们谁进去都好 就是反对小英子的选举 不是 我知道 他会觉得是假的事 你搞这么多 未必是努民相材 但是很大动员 你下去十几区 需要不需要 值不值得呢 有些就不是那么想 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比较 民调搞定了 不如 民调搞定了 你觉得有办法 我们扔几个名字出来 现在初选了 搞四次民调 或者搞两次 民调了谁就去 你觉得有没有得着呢 我觉得民调是一个好的方法 只不过就是说 民调就不会产生到 那种社会运动的效应 有些人是想说 这个过程 好像我刚才所说 他因为跟你对面辩论 搞成八万人看电视的辩论 不止教育香港 我去到广州 那些人跟我说 我很羡慕你们香港 你们选举特首 会有电视辩论 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 那些 其实对整个华南地区 都产生相当的影响 所以有些人觉得 这是一个运动的做法 它有一个政治效用 而做民调就不会有这个 所以问题就是 是不是各个泛民的政党 都觉得我想推出一个这样的政治运动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意志 我就有意思 所以我经常说 对这件事情 我又不是很强烈 最重要就是泛民 特别的两个党牌 就是民主和民党 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个 很相似的这种看法 做一个四户政治运动 这样做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其实又不是很想 用资源等等 不如就不要 你就是搞民调就算数 不如 当然了 最后如果什么都不做 就做民调算数 就不要这样 如果一个党想这样做 另一个党又说 我不想搞这种政治运动 那你就不要算数 但如果不想那些 你就做个民调 别人都不想 所以就很麻烦 就是用哪种去决定 都要大家同意 是吗 是 所以我说最重要是共识 你不要选择一样东西 之后 另一个党 可能是很心里面 很不愿意做的 是 但是老实说 如果再退一步 如果大家不愿意 但是又影响选委 那些选委觉得 没有人来选 或者没有共识 他又不去参选 是 不过可能你说 退一万步 那大家不愿意 不愿意 那谁想去就去 那又怎样呢 你觉得 那时候就不是什么泛民了 那大家也都不会吵架 不做协调 但是市民又会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呢 我就说你几个泛民出来 可能票拉散了 未必几个 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 你去到够了 如果不会拉散到 不会做到出来的结果 泛民自己都出不了一个候选人 那真是没什么所谓 是 是没什么 最重要是有一个人出的 最怕是把票 你又扯一些 我就扯一些 所以我说 如果是冯檢基 加上公民党 加上民主党 两个人争 我相信冯檢基 我现在估计 会扯得了这么多票 但是你说民主党 共民党 两个个别出一个 我说不是 有很可能 所以教授说 那个底线 就是不要扯散了那些票 令到一个都出不了 是的 除非你没有人想出 那就没什么了 但是他现在觉得局势 应该有人出的 因为如果你说 用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跟选委大家说好 不如去夹那些真正的候选人 那些选委也未必想 我看来做不到 香港也没有这个 大家不想 那你不想就可以做了 那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那就真是惨 到时自动当选 死了 不过林瑞伦公开说过 他说明年的选举一定有竞争的 所以呢 这条底线就是 都要有人出 出了来跟劫他辯论一下 那如果你们说一行就说 说不定的时候 有些就自己不要去 让那些喜欢去就去 但是就不要大家 你又去 他又去 那些选择了票 令到最终出不了人 主要是这样 是吧 但是现在那个初选机制 我不知道兄姐 有没有透露一下 有什么透露 因为有很多想法 有些是借套生子 什么 你不知道吗 有这个说法 是你们民主党提出来的 就是利用这个区议会 你讲一下我教授 一些主委员 教授 你不要经常民主党 但是民主党 民主党 民主党的党 提出来 你不要吞了音 不要吞了音 好像亲中 原来亲中央又吞了 你教授说话要很清楚 不然学生听了就不行了 其中一些民主党的党员 你讲我第一次听 文主党的报纸有声 我真的很疲 怎样斜握你 好像信报登了 某位民主党的党员 提出来的 说什么 利用这次未来的区议会选举 是 在那里面 怎样算 例如你说 民主党和公民党出来参选 怎样算两党的党员 在区议会里得到多少票 是 用这个机制的决定 哪个党派出一个候选人 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那别人当然不接受了 因为我们民主党 是会派多些人的 我们亦都多区议员 其他有些党派 他们不是那么多区议员 那他说 你放在牌面你都赢了 就是赢了 但是从原则上 本来就是说 任何的党 你都可以派多少数目 没有限制到的 但是你赢不到 但在政治现实里面 知道就是民主党 一定是派得多的了 而且他可能能拿到多些票 有另外一个说法 某位党员的说法就是 其他那些独立的候选人 都可以把票转给这些政党 即是说他可能不属于公民党 他可能是佳工的 不过我会把他拿到的票转给你 甚至是落选的 怎样算是 计算是 即是落选之后 把所有的票在桌上 这个都给他 落选是不要紧的 落选的票都给他 不过这个最大的 其中一个方案就是 你刚才说 勞民相财 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所以是否利用政府这个平台 去做这些事情 就像去年五区公投 他利用这个辞职做公投 利用这个区议会的选举 就做初选 其实现在都还可以辞职 就算现在这条法例 现在要 那个什么补选那条 都是过极快极 都是要出链 我回去看看 我回去看看 不是 现在立刻不行 立刻生效 因为有些人说 想赶踏被车辞职 那你就要去搞一次 是 不过这个不太行 我想很多人都会知道 选区议员的标准 和选特首的候选人的标准 未必一样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 不是很公道 我相信这个多数不行 而且太明显 民主党会赢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 不行的 我想剩下 现在都是很少的 因为就是民调 因为真的搞一个初选 初选为了不努民相财 可能用很多网上的方法 去做一个全民投票的方法 但是你初选 如果你说要叫市民投票 之前你一定要做些动员 你没理由冷冰冰 你投票吧 上网吧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都是要 大家要谈一下 香港人不是很惨 这些这么无谓的东西 都要想到大家头都爆 所以我不得知 所以我 不关系 这个是个体制离了 所以香港一个这么先进的社会 到今时今日 我们的特首选拒 都要用这种方法 真是很悲哀 真是悲哀 讲多有一样更加悲哀 我们港来国外民主派 搞什么搞不搞得到 其实都是没有机会赢的 搞作 好像教授说 有些效果的 喂 那些有机会赢的那些 绝对 不应该限制这三个 因为 立法会最大党派 是谁 是亲共的 喂 为什么不派个人出来 那次好几个礼拜前 我就请了另外一位学者 蔡子强 坐在你这个位置 我也跟蔡子强谈 蔡子强也说 他说喂 你民建联最棒的人 都没有得罪谁 大家都知道当然是曾育成 喂 民建联在立法会 现在十票 可能还有盟友 如果你找到一个行政长官 在立法会有十多票 对于各方面的事 执政也差很远 都会差很远 而且 你看蔡子强 他做主席 他各方面 大家都觉得他不是做得差 甚至有些人觉得他太宽松 你找一个人 和议会 大家是可以坐下来谈的 自己也有稳定的支持 那你北京也接受他 对了 那为什么又没得想呢 所以轻姐很公道 就算张六成 他做得好 你都会赞他做得好 不是 香港人不一定不接受 有些蔡子强说 他肯定比他好 他有三个 真是聰明 到这一分钟 北京还是接受不了政党执席 他只是相信政党 包括中央政党 只可以辅助执席 什么原因 你想想在港大的中国里面 只有一个执政党就是共产党 他要打破这种思维的方式 喂 那真是用成人共产党 喂 你梁振英也是 那问题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开得出一个民建联 也要开得出民党民主党 就是说 那个游戏规则是被政党去参政 是不会指定一个政党的 是吧 你要开始打开那种思维 喂 如果真的被民建联先执席 那是一排自一小步 对我们说 老实说 都比单打独斗这种思维的方式 你看看曾荫权 董建华 董建华你说他没有政策吗 他有政策 他说施政不出门 他说不出门 他赖了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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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都出不到 因为他根本没有伙伴 议会又没有票 公务员会听你 社会又不会有人跟你有伙伴 所以你没有政党去帮助 就算你曾荫权上来都死 你现在梁振英 你想多少政策都好 你上来一定重复董建华的故事 那就是了 他不是不好的 你犯罪你看看 唐英年也是重复的 是重复的 有些人说你不去读历史 你一定会重复历史上的错误 那学了十几年 交了这么多学费 继续交下去吗 是啊 你说是 现在真的是 你真的看见他衰 真的好离谱 我觉得你试过曾荫权之后 你就知道了 就算是有管治经验 当他没有这种团队 没有政治能量 和社会没有伙伴 你看去年很简单 政改 如果不是因为有民主党 大家谈到一个妥协方案 谁在社会里面去推动这个方案 如果就是靠自己本来起闹的方案 死值 舆论也不支持 社会也不支持 因为你找到一个政策上的伙伴 这一次就是民主党 那民主党就会说服媒体 说服一些学者一起去推动 那就是 他应该要改变这个思维 就是说你的政策 你不应该就是自己想着 扔一些东西出来 你一定要在社会里面 找多合作伙伴 那会突破一些旧的框框 才可能解决香港困局 先那几个月 民主党就开了一个集思会 出来何俊仁就说了一句话 有些人就 他说民主党如果没有普选 是不会执政的 当然执政的意思 就一定不会在团队那里执政 做局长 做司长 或者去行政会议 有些人就批评他 你有没有搞错 其实何祖仁说的那句话 我们大家都很认同 但是问题就是 我自己在议会 亦都鼓吹八党共识 八党联盟 这个当然不是八党执政 但是你说 第二天 有些政党的人 我觉得是要政党的人才做得到的 你找唐英年那些 真的很难搞 他出来 他自己有十几票了 他说我找你们一起 或者大家一起去谈些东西 一起去做 那个就不是说何俊仁那一笔 何俊仁那一笔 何俊仁那一笔 我欣点你 欣点你何俊仁 欣点你李华明 欣点你罗志刚 那当然不肯 但是我们共同 一起参与 一起有份 一起去做的 那我自己 今阶段不是民主党 而是刘慧卿 我觉得这些是有得想的 这个也是香港的出路 因为你没什么可能 有一个政党 会在议会里面有40票 是不是 所以 你不让政党去做 走到头那一步都不行 喂 你唐英年告诉我 你在议会有多少票 你梁振英有多少票 是死局 你看美国 美国好像我们香港的体制很相似 就是说他总统的选举 和议会分开 他有时候会出了一个分立政府 就说一个总统的政党 在议会里面是少数 他可以卡死了 但结果不会常死 为什么 因为他在议会里面 可以认识少数党 他都有党员在处 有党员在处 他会和另外一个党 大家有些事情会交换 会讨论 会协商 不会说大家完全封死了 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以解决到一些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分立问题 你没有政党做这个沟通 行政和立法就会经常对立 香港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我们不走英国的方法 英国的方法很简单 手上一定是大多数党出来 他不会有一个行政和立法之间的矛盾 香港这个体制就像美国 一定会随时出现矛盾 你一定要在议会里面有自己的党友 去和其他党去沟通合作才行 这条路你不走 你又将它永远固纳起来 很惨的 哪个执政呢 其实都是摆在三杀位 所以你说北京就是 这些我们有其他不断 他明白的 不过他就像你说说他扭不下 我给你香港有个执政党 而不是共产党 这一关过不了 这个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 我起码我觉得在过往七八年里面 近这一年半载 慢慢听得明白我们说这些东西 因为自己看见曾荫权 初初有这么大期末 整个英国人的公务员系统走出来的第一名 应该搞定了吧 搞到都不行 他开始我想会听多些新的声音 就说不可以再靠一个人 真的要想一想一个所谓政治人才和执政团队的问题 是的 但是现在那三个都不敢 都没有团队 我不知道他找谁 是的 那你说是否我们注定有些人产党 又捱多五年 我过得非常悲观 我觉得2012之后是一个更加大的危机 整个管治 有一个商界跟我说 他说如果这三个 哪个是谁去做呢 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 那个叫神台 神坛前帝的那些吉 即是怎样的 神坛有个坛 有些吉放在那里放神 阴干 他说香港一定会阴干 我们当然反对阴干 多谢教授 多谢 多谢 看看会不会阴干 拜拜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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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